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要在财经台布达直播的互感开示通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示焦点 一如预期美国进入了加息的周期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后一致是决定加息0.25离 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为0.25至0.5离 这是联储局约10年来首度加息符合市场预期 联储局会后声明表示 委员会认为劳动市场今年有显著的改善 也有信心通胀势头向上可以在中期达到2%的指标 耶伦重申维持循序渐进的加息步伐 会小心评估经济数据以及通胀的走势 会缓慢调整加息的政策 根据联储局的17个委员会做出的预测 2016年底的利率水平为1.375离 与9月时相同 显示明年有4次加息0.25离的可能 美股隔晚向上 美股三大指数收升超过了1% 联储局加息决定公布之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1.02离 是5年半的新高 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2.32离 另外欧罗区公布了通胀数据 欧罗区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CPI 是按月价跌了0.1% 跌幅是较预期0.2%为少 上个月的CPI终止按年是升了0.2% 较预期升了0.1% 而核心CPI同比中值是上涨了0.9% 符合预期 但是有分析指出欧罗区的通缩的风险仍然是存在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是个别的发展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1842点 较上日本港收市高水了140点 意味今日是有望崇尚十天线的之上 港股上日结束了9年跌 那么全日是收跌了 收报在21701点 那么是上涨了426点 升幅为2% 但是全日成交额只有678亿元 未能够配合大势的一个声势 焦点板块方面可以留意金矿股 那么联邦储备局是公布了加息之后 外围金价下滑 那么跌穿了每盎司是1070美元的水平 在美国步入加息的周期 美元汇价上涨 拖累了避险的金矿股 可留意今日一众的金创股的表现 另外吸口敏感的地产股 早前是因为美国加息预期而表现疲软 板块昨日在加息前夕表现反弹 阴霾或被市场消化 可留意板块今天的表现 好了那么今天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要财证券的中国区业务部经理黄宁杰先生 来为我们做出分析 罗安您好 哈喽小蓝你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方面了 那么今天的焦点啊 应该都是会落在这个美联储是加息以及这个耶伦的讲话之上了 那么很多文章啊 甚至是列出了最近三次加息是对A股的影响 那么其中呢就有研究者是指出 这个A股大牛市呢 一般是在美国进入这个加息周期 一到两年会发生 那么罗安您怎么看呢 那我觉得呢那个美国那边的加息百分之零点二五呢 能够往下符合了现在市场的预期啊 那现在呢市场暂时上呢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其他不安的因素存在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先谈A股的话呢就之前几个节目我也讲过了 A股通过之前的一个一波很大的牛市上升以后呢 其实中央政府对那个市场的稳定性是非常的注意的 所以最近呢我们看到它上涨几天 然后回调用六十天的比较做一个回调 其实对市场的那个上涨的那个程度呢会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我后面来看呢 A股我还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错误的目标呢可以定为一个三千七百点的一个水平 嗯好的看好这个A股的哈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港股方面了 那美联储是终于是一路预期加息 并且是上调了四分一厘了 那么由于港元是与美元实施这个联会机制啊 那么港息一般是会跟随这个美息的步伐是上调了 那么今天早上啊香港金管局也是公布了九年来是首次的加息 那么上调基准利率是二十五个基点 那么昨天港股是终于终止了这个九年跌了 那么随着美国加息步伐的一个明朗化了 那么对港股的走势会不会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那么至少这个交投呢会不会活跃一点呢 那如果港股来说呢 其实做节目以来我都说过了 在之前那个两万年三百六十五这个点呢 基本上该是一五年的最低的位置 所以呢之前前几天星期一呢 能够回调到那个两万一千点 将近那个上次的第一位只有几百个点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订货的机会 那天我们总有重复的一个提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往后还有十几天呢 就完成那个一五年了 两年连结了 我觉得呢还是市场会比较看好一点 错过港股的目标呢 我比较会看好一点 可能会达到两万两千八百到两万三千点的一个数据 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万人做出的分析 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主要蓝筹股的一个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升一块六 中国移动升三毛 建设银行升一毛 工商银行升一毛二 中国银行升九分 港交所升两块四 中国人寿升七毛 邮邦保险升五毛 腾讯控股升一块二 介绍中国升一块两毛五 长河跌三毛 新银行地产升一块一 九龙仓升两毛 中国海外升三毛 华文质地升七毛 中海油跌一毛五 中石化五升跌 中石化是上涨了六分 昆仑能源升六分 中国升华升两毛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美国联储局加息了0.25% 联邦基金的利率加至0.25%到0.5% 那么是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 加息显示了美国零息周期是告了一段落 美国自08年的12月以来一直是维持利率在0到0.25% 联储局主席耶伦也是表示出市场不应该对近十年来首次加息过度的反应 指出现实的各项因素已经符合加息的条件 他相信加息周后政策立场仍然维持宽松 强调维持循序渐进加息的步伐 又指出现实部分的行业如制造业以及商品能源市场又下行的压力 如果经济增长令人失望 那么加息步伐会更加缓慢 另外美国联储局维持明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为1.375% 预测不变 那么也就是反映出明年加息一离 但是分别是下调了2017年到2018年底的利率预测水平 至2.375%以及3.25% 那么联储局同时是维持长期的利率利率预期在3.5% 金融调制机构Market时数据显示出 欧元区的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PMI出值为53.1 创了20个月的一个高位 市场原先是预计数据维持在52.8 当中产出分项指数也是升至了20个月的一个高位 由54升至了54.4 欧元区的12月份服务业PMI出值跌至了53.9 低过预期的54.1 但是企业预期分项指数由62.4 升至了4个月的一个高位63 至于综合的PMI出值为54 低过于市场预期的54.2 人民银行研究局是预计了今明两年 中国经济增长分别是达到了6.9%以及6.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是增长了1.5%以及1.7% 人民银行研究局工作论文是指出了 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8% 明年增长11.1% 今年出口预计下跌2.9% 明年增长3.1% 文章说 基本判断明年的经济增长将在合理区间内保持基本的稳定 物价走势将稳步的回升 进出口增长将会恢复 经常的项目顺差与GDP比例将略有改善 经济结构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美联集团发出了公告 截至上个月底指11个月的路德综合净亏损约为7500万元 预期全年将路德综合净亏损 而去年就有6400万元的盈利 集团是表示今年业绩受到多项的不利因素影响 包括香港住宅物业市场销售交投量下跌 以及中国内地及香港物业代理行业的竞争激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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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